大家好,話說我們為什麼要有一個對話呢,就是昨天你出了一段影片關於杜拜王子 與此同時,因為我比較專攻Patreon,我寫了一萬次關於這個故事 然後出了一些圖片,有一位很久沒有聯絡建制派朋友,真人真事 突然間找我,很認真地說,可不可以看你寫什麼? 建制派給錢就行了,沒所謂,你找到的 還有某個Tiers,當然是,但是我想一下為什麼他要提呢 然後發現原來香港已經沒有人說這些話,非常悲哀 然後我想他老闆開始擔心自己中了一招,我懷疑他應該中了一招 但是未曾經反映了,由此及輕,其實這些事是很簡單的,應該討論的 於是為了我們顯示大愛包容,就會將某些內容跟大家公開分享一次 而這個是一個跨業界的討論來的,因為這個案件是很有代表性的 昨天我一看到那個新聞,其實我已經很難和很累 但是這新聞是很牽涉到我們幾個專業,是interdisciplinary的 或者國際關係,香港的管治,經濟金融,以及建築界的一個case study 踏鵬是一個香港人很擅長的技術,大家都是曾幾何時都是踏鵬的從業員 我們都是做一些職業界交流分享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想說一下,補充昨天你的討論 在杜拜的鵬之外,香港,即是現在這個新香港,有自隔壁的好處 有多少個新的鵬是在迎接別人的鵬 那兩堆鵬在一起,有什麼chemistry 我們不如先做一個學術的定義,那什麼叫做踏鵬? 你問我踏鵬不是一個錯誤,你想想踏鵬是我們以前的理解 就是你寫一份提案,有一個business idea 然後嘗試去和大家集資,然後去做出來 你由一些可能杜拜王子的鵬去到現在的AI,去到其他東西 本身都是任何東西都是一個夢想來的,吹出來的 那只不過就是哪些鵬是假的,哪些鵬是多一點點真的 通常那些鵬真的成份都不是很多的 但是問題就會慢慢向著目標進發 例如說AI,人工智能,電動車,我們現在很多這些東西都是鵬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香港一向是厲害了這件事的,因為我們有人是懂得寫一些所謂的寫故事 我們有storyteller,有寫故事的人 我們有後面做finance的人,可以泵水落這個鵬 我們有一流的operation的admin人才,可以將鵬慢慢踏成 之後我們也背靠內地有一個很好的,甚至有end user 所以鵬一開始多假都好,最後就變成真 我覺得搭鵬是好事,不要像我們做壞事一樣 但是鵬鵬有很多種,究竟是否怎樣分真和假呢? 有時候是很主觀的,因為可能你第一天是想真 但是真的真的不起,就變成假 而且本來你第一天是真的想騙人的 誰知道自己慢慢被誇張自己的謊言 一慢慢把它實化,就變成真 以前我們有一些長期合作夥伴,都是很成功的搭銀工友 他們很擅長去背景出來,手工很漂亮 以前政府委員會有很多這些專才 對他們來說,無論怎樣的提示都是這樣寫的 就是滅罪提示,禁讀,公民教育,國民教育 任何題目,它是換它的variable,但它的format也是一樣 接著就這樣背景出來,都是做的事情 接著要求預算也是一樣 那批錢的人也是這樣看的 於是這個就變成了一個很成熟的業界的行規 但這次就有點不同了 這一位杜拜王子,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稱呼他 因為他的新聞不是昨天才爆發的 是幾個月前就已經出現了 說突然之間有一個所謂杜拜王子來投資香港五億美金 而那時候我很深印象的新聞我看過之後很難忘懷 因為你說真的五億美金 就是你對一個我們這樣的貧民來說是一個天價 但是你對Family Office來說五億美金 只用他們經常的那些術語是不是錢來的 就是你看到那些中環人最輕說這一句 這些不是錢來的 那當然他們是不是自己的五億是另一件事 但是確實Family Office說投資五億美金是很奇怪的 然後還要這麼大規模去宣傳一個Family Office的投資五億美金 其實就很可憐的 因為正常來說Family Office有幾個原則 就是隱蔽的 還有這個價錢 那你為什麼無端端做Family Office是要走資的 通常大家族,我們都認識那些 那你在香港上市公司走不了錢的 現在盯緊了,你無端端有志及興,你沒理由就有錢的 那你要走才會收中聯辦電話的 那你會坐在那裡,那怎麼辦呢? 但是他們又真的要走錢 於是就有Family Office 那就是說他們要低調的 低調才能走到錢 還有你可以避到稅 然後你夾幾層白手套 然後你投資了別人 你都不知道是你投的那些就成功了 那無端端有人這麼高調來說 喂,我們是Family Office 然後那個送貨這麼小,五億美金 你投到什麼呢? 那整件事其實還沒這樣爆之前 都已經是很雞胖的感覺了 那一刻我就馬上把這個新聞 就分享了給幾位研究開 聯誘政治的朋友 你都認識的 那他們真的長期關注這些黃失動態 那有沒有聽過這條文 當然是沒有了 於是就開始有了這種印象 那就是看完就放在那邊 直到昨天他真的突然間失蹤 那這個故事就可以精彩去串連了 所以我就找到二十個雞鵬 在香港迎接他的 原來他來到香港短短的行程 他真的遇到二十個雞鵬 就可以逐個數 不然待會我們 衛免有些民衡法律的問題 大家自己去認識哪些是雞鵬 哪些不是雞鵬 但是有二十個雞鵬迎接 這個道拜雞鵬 剛才你有說過昨天那段分析 其實你覺得這個鵬到底是否漂亮 你問我 我覺得漂亮的 漂亮就漂亮在 不是鵬很漂亮 而是那個受害者很清晰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誰受害者 沒有說不知道是不是受害者 總之是跟他一起去落搭那個 可能大家一起搭鵬 未必是有人真的有害的 但是起碼會跟他一起玩 但是問題就是 應該負責有一個負責搞手的人 好好地把一些香港很喜歡的 Buzz Word 放進去 Family Office 中東資金 綠色環境 然後有少少中東的研究味道 然後再加上那些慈善事業 然後下面還有個大灣區 連接 中西文化匯稅 這些字詞 你好像CheckGPT也沒有它那麼厲害 全部放進去 然後每一個字詞 找到適當的人 去跟他一起跳過匹毛 譬如研究辦公室 找到一間大學 給了一個榮譽教授位 然後做Family Office 找到商界跟他一起去玩這個遊戲 我覺得挺不錯 還要見到特首 短短幾三個星期 所以我覺得這個鵬是答得不錯的 現在看到特首門檻很低 但是你說是否合適的人 去跟他一起去飾演這個角色 這個就可以討論 那些是否合適 還是另外的一群鵬 所以你說是否有受害者 其實我想不到誰受害 大家都是鵬 那可能那個王子 即無論他身是否叫王子 可能他都覺得他才是受害人 原來你的鵬是比我們更弄 比我們更多 即是他覺得他才是死亡 即我們不知道 大家都是互相交手 即建築業界的交流 但是這個故事 發生在香港現在有新的角色 就是由志及興 由志及興 當然有很多好處 我們見不到 總有人見到 北京就提出這個好處 就是要成立Family Office 國際中心 整件事又很搞笑 邏輯上是不通的 因為香港搞成這樣 那些人會走資 中國大陸又是要共同富裕 那些人又走資 那大家的錢又不斷走 這個是事實 但是他叫大家不要走 就是整個Family Office的 scheme 就有些稅務優惠 就叫那些人留在香港 那整件事是很奇怪的 什麽人會因為你那些這樣的優惠 而去take這個risk 去不走錢呢 就算你對中國和香港經濟 幾有信心也好 商人一定會hedge 就算你極愛國那些 你都會走 但是現在他不讓你走 於是整個 scheme 就有這樣的背景 因為他要交數 所以香港就要交數 那你要成為Family Office的中心 那你要交什麼數 這個也是有趣的 這是第一個銘利 就是話說他們 Invest Hong Kong Invest Hong Kong 是否一個銘利 大家可以自己研判 其實我們當年也合作過 當年的Invest Hong Kong 都是很認真工作的 當年我們一起合作的時候 又是非常盡責公務員 但是現在 那是那個舊香港 那時的飛龍 那三條尾 好像我記得 我記得我也有個項目 是類似的東西 那三條尾 是新加的 那幾千萬 所以你說 那三條尾都幾千萬 現在幾億 我記得 那幾乎 那時候Invest Hong Kong 就是幾乎一起去銘利 亞洲、國際都會 順便去 那些ETO 其實曾幾何時 是OK的 即使搭棚 都是比較 手工是漂亮的 但是現在 Invest Hong Kong 現在是新香港 當然是新人士 新造風 他們為了要 鄰政香港是一個 家庭辦公室中心 這個厲害 他找了德勤做個報告 就說 香港原來是有 二千七百間 家庭辦公室 那是很厲害的 那為什麼是二千七百間 這個數字 是因為 是新加坡的雙倍 於是就宣傳 我們多厲害 是新加坡雙倍 所有Index 當新加坡 跑來香港的時候 突然雙倍 那是不是很厲害 那個數字 我們也有報導過 那個數字 不是說它是錯的 新加坡因為 它的稅務比較高 所以它特別為 這個家族辦公室 你去登記那個 那個就是一個稅務的 即是家族辦公室 但因為香港沒有 你成立的公司就是這樣 所以德勤就是用了個人資產 再加上其他估計 就估計二千多個出來 其實聽起來 這個是好像 我們以前做工作人員 都是做類似的項目 加減成除數 也不是差的 不過它是測試 不是實數 所以大家要懂得聽 德勤就說 那是不是香港厲害很多 它說了這個結論 那新加坡它就會收皮 那它就這樣回答 這個是蘋果和橡 是不能夠比較的 那就是懂得搭棚 因為你本身 278和1400 新加坡是正式有登記的 那新加坡的金管局 公佈1400間 Family Office 是去年的數 今年 即2023年 估計多了300間 但香港是沒有註冊 那你估計 就是2700多 但如果你用這個標準 新加坡可能是一萬 但無論如何 那你是蘋果和橡 那你現在可以出到數 那你能夠交到數 那就行了 大家開心 那新加坡又不會跟你爭 這些閒氣 而且他們現在要爭取這個高端的Family Office 就是因為太多錢流入 他們很痛苦 那他們經常都要選擇 就是不要那些 內力不明那些人不要來 但是香港現在 就是由自及興的優勢 來捨不拒的嘛 那所以當你那些 就是過不了別人的 那些就全部來香港 那這個是一個很獨特的市場定位來的 也是一個由自及興的好處 那我們要不要那麼悲觀 那於是你見到 跟新加坡的比賽 就是其中一個 context 就是要搞Family Office 那意思是這件事 本身你再想下去 整件事是不理解的 因為你中國和香港經濟人 別人沒有信心 那些錢走 然後他又拿著錢 搞這樣的雞棚出來 所以你整個香港Family Office 中心就是一個大雞棚 那你說雞棚你又有演員的嘛 所以中東遊的杜拜王之時 又是演員 那我終於明白 像你所說的 那個受害者 原來紛紛是個王子 他沒有想過 他打算搭個雞棚 他又遇上另一個雞棚 那你的道行力 道高一尺 你怎麼可以就這樣 你不可以低估 這個雞棚知道的美名 現在新香港的定位很清晰 因為國際雞棚都會是 走不掉的 還有這個是有獨特的優勢 就是你全世界是怎樣搭棚 你都沒有現在香港的那個技術 你將全世界終於玩這個遊戲的人 都吸收到這裡 那大家就比拼一下 那現在知道這個王子幾不如人 那你不可以怪人的嘛 一身爲一身高 那你見到現在那個Family Office的中心 本身他就是要交數 就是要告訴別人 很多Family Office 涌來香港 那你現在就要交數 於是就要演員 那他來香港是做什麼呢 原來昨天有一宗大龍鳳 不記得要看 《遇澤香港高峰論壇》 這個名字真的不知道是誰改 以前真的不會改這些名字 不知道是冠名贊助還是怎樣 Anyway 《遇澤香港》 其實整個論壇就是在香港的Family Office 那要演員 那你霞姨要派飯盒的時候 那什麼人來參加呢 那你 有什麼人會有意欲去幫香港宣傳這個Family Office 還省得兩類 就是宣傳那些自己人 那就是主要的演員 第二類就是外邊的貴賓 但是找不到嘛 於是那位杜拜王子 成為了Kidot Speaker 你去到那裡 已經覺得又是荒謬了 就是你一個杜拜王子 一會我們再跟你說好他的身份 但是就算是一個真正的杜拜王子 拿五億美金出來 是不會成為舊香港的Kidot Speaker 這件事很失禮人 就是你一個人拿著五億美金 你也要當他是一個Elon Musk去參拜 然後你去香港所有頭右面的人 就去跟他一起打卡合照 這個是很收家的事 就算他是真正的杜拜王子 有五億美金拿來香港 以前的舊香港 都不會當他是一回事 都是OK Welcome 但是不要說特首 你那時候會有什麼級別的人見他呢 他可能真的去到政治助理 都不知道有沒有 無論如何 現在全世界是負責的 李家超以前也是這樣出身 所以就有一個這樣的雞鵬出現了 那個大龍鳳 我們看到那個conference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些其他話題 其實我們都認識的 我又不好意思找他們 其實雖然場內場內的斷裂是嚴重的 但是還有某些朋友是有溝通的 但是我很克制的 沒有找那位和他同台的 拍了一張照片 旁邊的那位朋友 真的挺不好意思 但是我心想 他知不知道是什麼事 你是不是聞到一股氣味呢 旁邊的人28歲的年輕人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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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你昨天說得很詳細 我不知道香港的朋友 看連他的背景 會不會覺得自己受騙 其實沒所謂 他28歲的一個毫無業績毫無經歷 也不知道不早業未的一個千稀口 他28歲是什麼年紀呢 林作比他大六歲 林作比他大了很多 林作當然是一位千年才尊 也有成功的母親 但是你會不會用這個待遇給林作呢 當然 他可能以下有這個待遇 但不是這一刻 所以你可以這樣比較之下 其實這一位掛著這個名字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買空買空的 你見不到任何實際的他出來 他已經得到這個待遇 你反映了這個地方 就是求財若渴 因為你有人就不用這樣了 是非常痛苦的 剛才我們又說回他的新聞 你講了很久他的背景 你現在怎樣稱呼他呢 現在不要緊 我最多括號 是杜拜王子 你也不知道怎樣是杜拜 因為他現在事實上有些是真的 例如說他來自管治家族是真的 他亦有一個叫做蛇克的身份 這是一個季族的 好像專稱長老的身份 這個也是真的 只不過他有沒有五億是否一個問題 第二五億留到多少落袋 一個問題 剛才你說回五億美金 為何在香港不值錢呢 因為這五億美金不是送給你的 你是來這裡管理的 我當你收回2%的手續費 那裡只有幾千萬而已 在香港是不值錢的 即是當時舊香港 所以我猜 學你問一個問題 如果以香港這麼大量的搭棚專家 而且你想想 旁邊都搭家族辦公室的棚 其實我們這裡搭很多棚 家族辦公室 大灣區書樓 創新科技中心 AI港 什麼都在搭棚 但問題就是 這班搭棚老手 其實你這樣說 就真的提一提我們 他分分鐘知道 對方也是個棚 那會不會 不如大家都一起合計 你又回答 我又回答 不如一起做 那就差不多了 就是整件事 其中一個懸疑點 究竟朋友哪幾個派對一起回答 公有多少家 有份出錢 出了多少份糧 有多少個茶衣派飯盒 這個我們全部不知道 但你憑官方的資訊 我們是不相信 以香港以前的人才 建制派說真的很多人才 去看不出他那個棚 因為那些人 我們真的認識他們 沒有理由不明白這一套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這方面的專家 那你是業界的人 但我靚不靚呢 看就知道了 因為你阿聯酋那邊 其實都很容易檢查 如果你是一個阿聯酋 那個杜拜酋長的直系親屬 是他們的外交部 他們駐港領事館 是會主動介紹的 這個是他們的內事 如果是有代表官方的代表 或者是那個能量 這個領事館當然要做事 這個是很基本的 現在反過來 突然有一個人 他自稱是總理的侄 在那裡出現 接著那些人才打電話 去那個領事館 求證這個人有什麼 網站沒有他的名字 接著那邊才 給他一個資訊 他就說了兩件事 他是這個統治家族的人 即是Member of the ruling family 這個是事實 接著這個名字是真實 就說了這麼多 換言之其他所有事都不是真實 香港的政府以前是有個 叫做Protocol Office 現在還有 那裡的賓署 你知道Protocol就是這樣的 別人沒有主動介紹給你 即是不是代表 阿聯酋官方的那個檔次 即是一個民間人士 民間人士拿著5億的口頭 口數來 就搞成這樣 接著我們發現 其實有些人 真的不認識阿聯酋的形勢 因為香港是沒有中東專家的 這個真的很嚴重 習鵬又不可以只是 現在新香港 即是當年曾蔭權時代 都開始搞伊斯蘭債券 但這個是 在業界是一個很大的事 因為香港是哪個人 認識伊斯蘭債券 你在新加坡是不同的 他們有很多真正認識這方面的人 在香港 有多少人認識Jerias Law 你數得出 還有有認識的人 可能都走了 但是人家新加坡 馬來西亞真的做這件事 於是香港搞了這麼久 接著他做到的事 就是答彭的動作 就是考察 你搞不搞成沒所謂 但是你都要考察 考察當然要公費 旅行 還有住酒店 這個彭是否成功 就不知道 但就未培養到真正的伊斯蘭專家 你不要說伊斯蘭債券這麼深 你稍為了解一下 中東的政治 都不是那麼難的 我們當年也有搞課程 歡迎答彭的從業員去參與 我們那些課程是找了 我們那個彭是漂亮的 我們當時聘請了 科威特駐香港領事館的朋友 跟我們說 伊斯蘭債券 接著又在多哈 我們那些人 完全是 我們所說的彭的從業員 是專業的 大家要專業的 我們當時是 真的有課程去訓練 這些達彭的從業員 但是 你如果不熟悉阿聯酋的制度 就會比較拋疾 他是一個 一個中國的流羅 他知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而中國是有幾千萬黨員的 大家知道 他也可以這樣說 我是一個 中國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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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樣的概念 那我就建了一個網站 然後建了一個習近平的頭像 然後建了那些 不用你強 一個就是習近平 然後 我跟他一樣 都是那個派對的 我是一個主持人 那你沒有錯的 那你有沒有說錯 是沒有錯的 所以這個人他是 那你接收的人 明不明是甚麼一回事 正如你如果是一個 共產黨的基層黨員 擔給黨費 28歲 然後建了一個網站 說我是一個 中國的 統領派對 接著別人是否 你真正的 那你就看看你對方的 操守 這個說法是對的 你想想我們以前做這些事情 說真的 當時做這個 伊斯蘭債券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國際關係 在香港讀書人很開心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也搞了一個論壇出來的 其中一個在香港 負責講伊斯蘭論壇的 現在今天已經由 智庫的 以前的總管 變成了 立法會議員 剛剛也退任了 立法會議員 直接入了特首那邊 不說誰 另外我記得 除了他之外 其他演講嘉賓 有幾個是來自埃及的 在埃及那裏的智庫 和美國的智庫 派過來去講講 究竟他們的投資 這個沙尼亞法裏面 有什麼基本規則 還有有什麼不投資 還有那時候我們一聽完之後 香港的老前輩 已經說了一句 其實這些事情很煩的 但是 銀行在銀行那邊 就會做得到 因為你不可以收利息 我不要緊 我就出另一些產品可以拆帳 所有整件事都可以做到 但是整件事加起來之後 你會發覺 他那個搭棚的人裏面 有學者 有外交人員 有一些銀行家 在那裏坐下來 一起跟你去做 你才可以做到一個項目出來 其實你看回這次的杜拜王子事件 你發覺是不見了這些人 其實我是不明白的 就是為什麼沒有了一些學者人員 在那裏看一些 可能中東投資法律的問題 第二就是沒有了銀行家 這個才是大問題 香港最擅長的是有專業人員 坐下來 就是你的法律和我們的銀行 裏面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就把銀行家拿下來跟你做 然後第三就是 那些出來做故事的人 例如前官員等等 然後才幫你搭牌 做這個榮譽教授 後者那些就很多 但前面做實幹的人少了很多 我真的想問Simon 我去了哪裡 我們就要留意這位杜拜王子的官方網站 他那個人爭論隊員 我說這個就很精彩了 因為我真的無聊到逐個名的搜尋 然後 不知不知道 我會再說他們的隊員 但是就是 什麼人都有的人才 除了做實事的人 其實新香港也是 你看到那個 新式的雞棚 就是這樣 很多名字 但沒有了實事的那班人 就走了 或者他真的做實事的那些 就算他還在那裡也會低調的 低調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關鍵 因為這樣的國際形勢 如果你真的想賺錢 只是銷售專業 你是不會做一些很政治的事情 而香港無端端成為 Family Office中心 這件事是純政治的問題 大家都明白的 所以為什麼你聞到朕尾 那些人不肯加入 或者不想這麼高調加入 你給面子 就是隨便給錢 但你不要找他出來拍到露面 你有人質物質的另計 就是因為你整件事是highly political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雞棚 其實應該有很多人在那裡出 但沒有人出聲 這就是典型的《國王的新衣》 可能整個場的人 都知道有很多棚在那裡 因為他們本身 看到棚存在 而是自己有緊握的 但又免得說 有自及興 有三條 那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效果 因為這個杜壞王子的故事 其實我們一年級的同學 都會明白什麼事 只要你稍微對那邊的情況了解 我記得我當年讀書在美國 那些國際交流生 不是交流生 是國際學生 是有幾個阿聯酉 阿沙特 阿科維特 那些同學 他們每一個都有這個名字 最初我們又覺得 這件事很厲害 你是不是就是王子呢 後來就可以跟你聊天 那你便一下 你究竟是什麼事 然後他就發覺 其實我們整個國家的人 都是這個家庭的 然後他這樣講 當然有點誇張 但是他解釋了 聽知我就明白了 那些杜拜 其實不是只是杜拜 阿布達比 那些郵掌國的郵掌 是非常生育的 就是生育局那方面 現在這個 我們檢查過 他起碼公開 是有二十六或二十八個子女 你這樣 你每年要生幾個 因為他有無數的妻妾 這個真的厲害 伊斯蘭教育就容許 這個我們當時 參觀清真寺的教掌 就跟我們解釋過 有時有些女權分子 左翼等等 就說 你這個宗教 怎麼可以四個老婆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們教義莫大精心 因為 那時候他真的想過 可能是要你用平等的愛 平均分給你的老婆 你才可以有的 一般人沒有這個能力 那麼平均 就是叫你不好 他就這樣正確 但是 幼掌是有這個能力的 於是他就平均分給他的老婆 現在這個公開就查到 他又不知道二十六或二十八個子女 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 有一段影片 有人真的這樣問 究竟杜拜的尤長有多少個子女 他逐個搜尋 現在我們又說 這裡有一個 那裡有一個 他發覺二十八個 只是公開資訊 他不公開的那些都不知道 而且你一代而已 你成為三代或四代打上去 是x potential計的 沒錯 現在杜拜在他們這個家族 即是馬克同姆家族 成為杜拜的管治者 在十九世紀初 到現在就是二十一世紀 由他們成為了杜拜通子 到現在是經過了十代 你計算一下 你十代的尤長都是這個家族 我已經不說那些 那時候還有別的旁枝 就算是由第一代開始 每一代如果都有三三十個 成為十代 這個我們比共產黨厲害 當然 這個亦差點反過來 因為我們要認清 聯合尤長國和中東很多地方 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雖然它有一個國家的外貌 但它裡面本身是一個皇室 你看到阿拉伯是一個王國 譬如沙特阿拉伯是王國 阿聯酋是一個郵長的聯合國 它本身是一個家族的國家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是 那群人生得很多 其實只不過是跟共產黨黨員有很多一樣 其實這件事是很合理的 而且外交部就不是位屬於這個國家那麼簡單 它也是為這些國家的郵長的家族服務 譬如有家族人士來 像你所說 為何它會在阿聯酋的領事館 當然是可以確認到身份 因為這本身就是家庭內部事務 但這些是很基本知識 你上Wikipedia也看到 你不用我們在這裡說 而且你的官員很聰明 數下去就很誇張 沒有一個Wikipedia 可以將整個家族的人 全掉出來 因為你這樣幾何數字 如果十代人會代到三十個 這個次方就算一下 就算有些人不太專業 有些人生十個 或者有些人不生 或者有些人有另外性出 你怎樣計算都是一個天文數字 於是那個竅竅就是在這裡 你用Family Office這個名字 還要加上Royal的前面 你又來到它 倒閉的Royal Family Office 好像執政有介事 其實就是一個普通人 就好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 去外邊的Ruling Members 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 是一個反映什麼現象 香港人沒有讀年一的國際關係 或者現在有關的官員 沒有接受過那些課程 那是不對的 即是你無論什麼 由職業都好 那些課程是應該要接受的 即是我們的朋友正在教 於是大家上課程 就回到課程 即是乘憑是需要基本的101 但是Royal的特別之處 是在於他們福利很好 即是他們福利好到 無端端一個普通人 過年過節 尤其是送車、送樓 其實他們會流行這些 那時候我們不明白 但其實對他們來說 普通人就是朋友 於是他們家族的旁枝 你生日送車也很適合 他是富豪來的 於是他一般人都是這樣 你這些有名字的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那他就是普通人 所以整個故事就是 一個杜拜的普通人 這是比較客觀的說 當然你可以說 杜拜的普通人 都有錢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那個錢 我們不知道 因為檢查不到 總之一個28歲 比林作厚生六年的 杜拜普通人 來到香港 成為了一個 朝中權貴要巴結的 杜拜王子 這個故事本身 已經是一個很漂亮的 雞瓶開放 但是有最多地方 就是在於 他來到香港之後 就要交鋒 遇到香港的雞瓶 你覺得這兩邊的雞瓶技術 很客觀地說 你覺得哪一邊厲害 一定是香港的厲害很多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 像你這樣說 有一部分 其實他說做對了做錯了 其實唯一最大問題 就是搞那個開幕典禮 其實任何Family Office 大家所說 Family Office 最重要是低調賺錢 你不是打算在那裡威威的 那個什麼遇窄香港 其實在新加坡都有搞的 通常那個表面 就是要捐錢給那些什麼 世界和平 環保 老人福利 教育 下一步其實就是講稅務優惠 其實上面就是有些雞瓶 下面就有些稅務優惠 然後我們的文人學者 就在上面講世界美好 下面有些財主 還有一些財務人士 就會說一下 其實這樣都節省到稅 你反正都要搞的 不如你給兩三千萬出來每年 就放在上面那些NGO上 怎樣可以做好它 所以其實這件事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習得很好 但問題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要搞開幕禮 你想想 如果幻想一下 星期四沒有開幕禮 這個這樣的鵬 就會變得完美 因為他這個人 杜拜王子 來到投資5億 不會有臨時脫底的狀況 甚至乎可以說 彈票都無所謂 因為你將票不對現都無所謂 因為已經出去了 就是香港吸收到中東資金 有些人來了等等 然後第二個人踏鵬的人 就是香港最大的鵬 就是家族辦公室的鵬 就可以憑著這個新聞 去回內地再踏的新鵬 又或者說 我們連中東資金都有 國際錢來的 很安全的 不如其他鵬也下來了 我覺得中間只負責做行動的人 是出錯的 這個雖然都是香港人 但我覺得現在的年輕踏鵬的朋友 技術差一點 成計不到上一代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們離開的關係 以前的爬怎麼回答 通常都差不多 人們就會問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 他們就會說 其實這個王子很低調 大家不要騷擾他 這些事情應該做善事公益的事情 我們在心中 不要那麼高調影響到他們 大家需要私隱諸如此類 然後報紙就會這樣報 這個很低調的王子來到 大家不要騷擾他 即是新公益 以前我們是玩這個角色的 要說這些事情 我們不是故事公益 他是負責付錢的 他只是負責付錢的 我怎麼會收的 但是以前不是有個分工合作的 現在沒有人回答 沒有了這個角色 想要有人說 也沒有公信力 而且現在是要有一個高調 你是不存在一個王子來的低調 那低調找來幹什麼呢 那你怎樣去假裝低調還是高調 這是很高深的學問 現在當然是阻止不了答凡技術 因為這是進階的價格才有價格 所以你看到他來到香港 就可以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不知道那個分寸怎樣拿捏 一個棚子就會掉下來 以前漂亮的棚子是很穩固的 手工漂亮不漂亮是值錢的 那他來到香港之後又怎樣 因為我看到那一則新聞 我另外發了給一個馬來西亞朋友去討論 那個是 我不會說是誰 但他以前也是在納吉身邊做過工的 他也是精通另一方面的搭棚技術 我相信他自己沒有回答 他觀察了很多東西 因為那個才是一個世紀的漂亮棚 就是1MDB的棚 大家看看Netflix那部電影 那不是戲,是紀錄片 就會發現世界級的雞棚就是這樣 貪到那個地步 是幾十億美金 現在你說幾億美金和幾十億美金 是差了一個零 而那些全部都不是整個彭的全部 幾十億美金是被納吉自己下袋 手續費幾十億 整件事有多少天價 所以別人那些才是大茶飯 但其實1MDB的故事 是有齊今次的杜伯王子的元素 因為那時候納吉的白手套叫劉特座 據稱他不知道是否在香港 因為他現在全球在通緝 全球在通緝 有什麼地方可以逃避 都是這幾個地方 香港有事及興 有人說在香港見過他的 但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有幾個夥伴 他最初搭鵬的時候 他搭鵬 他的夥伴還有一個科威特尤長 馬來西亞王子 還有一個沙特權貴 是不是很熟悉呢? 科威特 科威特的家族 薩巴克家族也是這樣 是每年有30個兒子 每年沒有人有30個兒子 馬來西亞有這麼多王室 有一個王子 但是最幫助的就是那個沙特人 那個沙特人聲稱他是王署的 很信任的貼身助手 就不知道了 但是他能夠接觸到沙特權貴 其實這一群應該是受過 美國教育的同學 大家學到一點點才技 就一起去特棚 那個沙特是真的 他玩得更加瘋 他在公司叫做Petro Saudi 他聲稱是擁有沙特的油田 其實是沒有的 然後他不僅聲稱擁有沙特的油田 Netflix有說 就是全世界的油田 他是投資的 於是馬來西亞的主權基金 MDB 就和這間所謂的沙特食油公司 簽MOU MOU就是雞鵬必備的工具 簽完之後 就可以了 馬來西亞的主權基金 投資他這麼大規模的油田入股 就是特價優惠 然後錢就過去了 那當然 就落到劉特索 沙特人 還有立吉的口袋 人家的棚就是這樣處理 但是中間這個王子的存在必不可笑 你看到這樣的時候 我就發給馬來西亞的朋友 這件事 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識呢 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你這樣想 其實今時今日 其實真的有個人在棚下跌下來 就是那個杜拜王子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這個棚是原備的 可以說 如果我們有了杜拜王子過來 有其他不同的家族辦公室過來 我們這個遇責香港 其實就已經成為了一個漂亮的棚 我們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沒有了劉特索 和這一堆這樣的人負責砌 但不是第一次發生的 我們從美斯事件搞到粒粒亂 然後這個桌球比賽又搞到粒粒亂 其實我們最近所有的搞事 都是在這個公關公司出事 或者這些所謂Storyteller 負責說話的文人出事 是不是我們真的是 原來香港為什麼要有文學人 要有這些文青 原來就是這裡的培訓基地 感覺有點懷疑 當然大家都不太過實際 現在的香港 但是說真的 你本身是有一個社交資源在裡面 就是說 什麼叫做學者 銀行家 你全部人都有理想和現實的一面 一定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這個新香港 是不容許理想存在的 那他就把所有純現實的一面 擺放出來 那純現實的一面 有時候是不肯定的 因為你沒有了想像的空間 你沒有了想像的空間之後 你缺了想像的空間 你就會把很多東西 人家就會用一個純現實擺放進去 去測試你 那你就會露底 你以前就算是一個這樣的 杜拜管治家族的成員 28歲 不暴政業 無所謂的 那你不是唯一的一個 旁邊還有很多那些 即是烏干達 那你就大家一起開心 而他們又不是靠他開飯 大家都是 他是配角 那你主角是一些素材的人 那些主角走了 那或者他們本身是出了事 那你就要 整個香港都是這樣 那什麼人做什麼位 那你什麼嘉賓 那你全部被添加了幾層 那我們看到 這個杜拜王子的故事 他不會去到 那個IMDB的規模 因為人家真的很專業 雖然是 淡得很誇張 那香港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麼誇張的數字 但是那個本質呢 是很像的 就是很多那個 元素是必備的 所以你會發覺 其實是一些人想學那個棚 但是就 達到某些關鍵位 於是就跌了下來 但是那個關鍵位 就不是杜拜的方面出了事 而是香港的方面出了事 就是你 一天搭棚的技巧 可能是要對接的 你見一些建築工友 是很小心 你這邊搭完 其實可能那邊他搭了一個 然後他們拼在一起 就變了一些東西出來的 那你兩個漂亮的棚拼在一起出來 那就漂亮了 那就完結了一件事情 那就可以住人的 你住的人就不是雞棚的 因為你真是完成品 但是你沒有那個技術的話 兩個都在一起 大家都會 困散 就是現在我們見到 就沒有這個 chemistry 那香港究竟有什麼棚呢 我們 我昨天真的比較有空 真的覺得很精彩 我們搜尋一下 那位杜拜王子 他做過什麼生意 當然他沒有做過 deal 他自己的 home page 是去年才做的 就是我們的歷史很久了 說真的 我們做的事 起碼有 我們出過書的 有書的 起碼 你出過實務 你當然會比他厲害很多 然後他全部都是那些很虛的 term 我們就會去研究 考慮 考慮 積極 全部都是這樣的 水分的 term 當然你彭是需要水的 但你不能水到這樣 他沒有任何的 但你見到唯一 你搜尋他 他有一宗 今次來香港的 Hong Kong business trip 之前 他做過另外一宗 就是 簽過另外一宗 MOU 另外那兩個 partner 都是很精彩的 一個叫做 萬方家族辦公室 一個叫做 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Energy 接著他們簽了三方的 MOU 去共同投資 杜拜的再生能源基建發展 你一聽到這些 term 其實是很嚴重的 雞鵬味就會出現 杜拜 再生能源基礎建設發展 一陣子 在一起之後 就是一個 鵬的初型 但是這個 萬方家族辦公室 一個 CEO 是香港 辦公室的 其實都活在香港的 NGO界 有時候 活動都會見到 那些身影 而他是去幫忙 設置香港的 但是他在公司很有趣的地方 英文名字是用來佛市 人家會覺得是新加坡的 他也是在新加坡有辦公室 但是來佛市 大家會知道 那邊很多政府也用這個名字 因為他是新加坡的開剖者 於是很多媒體就會報 來佛市 Family Office 和杜拜王子 和一間 National Cooperation 即是能源公司 三方簽了一個大茶飯協議 還有很多外媒 所有外媒都有報 你看到那個感覺 不會覺得他是一個純雞鵬 來的 因為你有來佛市 還有杜拜王子 還有有中資石油公司 三樣東西都是厲害的 簽了MOU 即是之後會發生一些事情 那就是他之前做過的事 但你再調查下去 即是查不到的 這一間 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Energy 他的CEO的名字叫做 New Young 但是你查這個名字 公司是完全沒有東西出 查這個人名字 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你一間這樣的公司是查不到的 但另一間是查到的 即是他做過一些 即是幫助家庭辦公室的辦公室 你看到這樣的標題檔 其實已經是上一宗就是這樣 這個是他最容易搜尋的一個標題 然後就來到香港 接著就是Hong Kong Business Trip 那些雞鵬動作 這個就是另一個我們可以查到的東西 而更加有趣的是 剛才我們說過他網站那裡 你有沒有看過他的組員 有 有一個田先生 我覺得 這個真是多謝光傳媒 是他負責找出來的 Opter TM 田博士 田博士 是很高級的 但其他人就找不到 其他人就發覺 他都沒有列出一個標題 又沒有領件 這些就比較煩 田博士已經是有趣的 因為正常來說一間公司的爭論 你當然是有些CEO COO CFO 但他完全沒有這些人 他全部的名字都是那些 就是雞鵬的名字 田博士的名字是甚麼呢 就是國際戰略關係總監 你一聽我的名字 就是做甚麼呢 國際戰略關係總監 我猜他就是幫他搭棚 這個名字是國際戰略關係總監 這個博士是甚麼呢 有傳媒朋友 傳媒很重要 有傳媒朋友 就根據田博士的名字 就搜尋他連結 就發現他是一間公司的創作者 這間公司就是負責做這些 蜜蜜、區塊鏈等等 就檢查了他的市值 是不夠一百萬港元的 其實我們市值應該不止 說真的 Anyway 田博士本業是一個這樣的公司 而根據《光傳媒》 責任《光傳媒》 就講明了 話說他的博士學位 都是名譽博士 是來自一間法國大學 大家有沒有聽過 法國大學叫做 Horizon University 然後那個名字很奇怪 叫做人道主義技術創生與部署 榮譽博士學位 那你讀些什麼和給些什麼呢 說得像 人道主義技術創生與部署 的榮譽博士學位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些技術創生 是沒有人道主義的 但是 Anyway 即是特別人道的 一種 Innovative的 一些Strategy的榮譽博士 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我們《孤流寡民》沒有 但我們《孤流寡民》 你可以查到 於是《孤流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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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沒有這間大學存在的 不代表沒有這間大學 是查不到的 實際上是要清晰的 另外 我真的太空了 在他《孤流寡民》 因為我的同行已經交流了 你是國際戰略關係總監 是我們的同行 於是就看看他還有什麼履歷 他另外列出的履歷 就是他是一位馬爾他騎士 是 我有看到 然後我想 我記得 好像我們很容易找到一些警察的位置 我曾經問過馬爾他騎士 那時候我們介紹馬爾他騎士團 現在成為馬爾他騎士的門檻 你跟John救世軍做義工差不多 我也是西蘭公國的爵士 無論如何 你不會放上連結的 你跟恐怖分子紀念證那些 他就是馬爾他騎士 但是有趣的是他爭辯 他爭辯 但是他臨時又急死 要回到《杜拜》這段新聞 是一位高層幫他傳例的 這個真是有趣 就是他那個高層幫他傳例的那位女士 他拿著名字 就是這位杜拜王子的私人辦公室的 CEO 兼副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就是Vice President and CEO 但一個這麼重要的人 為何不在《杜拜》的網頁上看到 《杜拜》他們已經有國際戰略庫問 但沒有CEO兼副主席 當然不知道為什麼 但無論如何 這位副主席兼CEO 是一位華裔應該是香港人 是麥女士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的 但他的背景是有趣的 我昨天特意節目沒有說他的背景 我覺得他還在香港存在就算了 他還要出來混賬 他還要出來混賬 以前舊香港的背景 如果是這類背景 我們多一點都不會聽過 但無論如何 我們查一些公開資料 他在2002年榮獲金子晶女企業家獎 其實我也有朋友 是獲得過金子晶女企業家獎 所以我也蠻清楚 但我不認識這位麥女士 但我猜那個資料都差不多 無論如何 他本身的名稱 是中國新能源空鐵 國際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沒有公司是實在的 就是中堂空鐵 經營這個空鐵 一帶一路很流行基建 通常就是起鐵路 空中鐵路其中就中了 所以這位女士 原來是這位杜梅王子的CEO 但你知不知道中堂空鐵在香港 或者麥女士當年負責另一單雞排是什麼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現在很出名的 這個東九龍單軌鐵路 其實就是中堂空鐵負責做的 他本身是推銷過給完善議會 就說我們很便宜 我真的不明白 他是有解釋的 他說香港現在人多劑 東九龍經常塞車 於是你整個空鐵 那麼我們就是 瞬理那個1億 1億5就可以搞定了 就是我不知道 香港還有多少能力 可以建建這些基建 但是就是做一個表演的 但是其實都很多奇怪之處 就是他的年紀 他沒有一個基建的經驗 那是不是會做到某些事情 接著 收了給立法會 那麼香港完善議會裡面 其實就是不知道啦 錢怎麼出啦 現在又沒有網管的嘛 那麼到最後 那麼他就成為了這個杜敗王子 家族辦公室的副主席兼CEO 然後我們又看到資訊 原來這位杜敗王子 就投資了這個中銅空鐵 但是他那個投資 是不是現在兜兜給錢 還是又是整個MOU呢 我們不知道啦 於是幾個鵬就開始掛勾了 那這幾個鵬開始掛勾之後 就更加多問題出現了 因為這一幫全部都是新香港的新貴 就是全部都是由自革興之後才沒有起的人 因為以前我想 舊時候的鵬比較堅固 他們就還不是那個位置的 說真的 接著就看到一群新人 但是不止的 因為這位王子似乎是非常熱愛中國文化 以及很喜歡香港 於是他整個家族辦公室 剛剛成立就有這麼多香港人在這裏 就是非常之負責這個信任 但是誰負責拉他來的呢 這個又是另一個 你有沒有認識 你以前在香港打軍的時候 有沒有認識 香港也有個中東王子 原來大家都是王子 王子和王子就是對後 中東王子當然也是一個彭製沈雲龍先生 你有沒有見過 沒有見過 但這個是我一直以為的傳聞 就是有一個人在中東賣珠寶賣到發達 而事實上在媒體上是經常見到他的 所以我猜這個是真真地的話 他當年是賣橡牙公幣品的 他一定是有錢人 他一定是發達 他也是白手興家 因為整個故事是一個雞鵬的 非常專業的工作者 是做這個Storyteller的 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屈永賢女士 屈永賢女士幫沈雲龍先生寫了一本書 那本書現在都在網上買到 是作為一個case study 和文本是應該要讀的 那本書的名字叫做 《由劏房小子到中東王子》 是不是非常之屈小姐的感覺 《由劏房小子到中東王子》 所以從此他中東王子這個title 其實就是屈小姐加持的 大家看到是挺有公信力的 所以他是從中東做建築開始 然後變成珠寶生意 無論如何提醒他 就是因為他負責牽涉 就是帶這個杜伯王子來香港 那他在什麼能力可以牽涉呢 這又是一個朋友 原來他現在的身份 這又是看我的名字 因為經常搞錯這個名字 就是叫做 什麼 先看 那個新的NGO 那個新的NGO就是 中東香港 香港中東經貿協會 好東西來的 你說真的 我們以前都經營過NGO 很多這些NGO 可以做到實的 去到最後 這個香港中東經貿協會 是什麼來的呢 說真的 我們都認識這個業界的人 所以如果以前發生這些事 多多少少會聽過 這個香港中東經貿協會 也是正確成立的 就是和那位杜伯王子的家族辦公室 以及這些什麼 中堂空鐵 或者其他那些 全部都是新的 所以人事盤協會 有多少新的 這個香港中東經貿協會 為什麼會成立呢 看回他的網站 是這樣介紹的緣起 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2002年 訪問中東之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2023年頭 又拾了一個高層代表 訪問該地區 接著簽了MOU 所以為了回應國家支援中小企 沈雲龍博士 原來也是博士 就發起 組織了香港中東經貿協會 其實這類雞鵬真的很多 因為如果每一個地方都整個鵬 是無數的 可以香港歸雅 香港 我都認識別人做國事 不要再說 當年有很多類似疑似的領事館 都是這樣 不是 我們要停 不然 一會兒 沒有了 傷失一場 我們不知道 這位審會長 和杜白王子的交情有多深 但有趣的地方 是香港中東經貿協會的網站 大家可以搜尋 現在這個網站置頂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聲明 本協會與前亞聯酋外務主席耿雷 不知道是不是中國人來的 合作關係已經由2024年2月26日 即上個月開始 即時終止 今後耿雷先生在外之一切華洋瓜葛 一概與本會無關特此公告 這段事件是置頂的 即是說這個會 跟亞聯酋有些業務瓜葛 跟著同一人現在的葛脊 跟著 亞聯酋的 一個郵主席 道拜的王子 在他穿線之後 來到香港 中間有很多上場的空間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有關 總之我們就看到 彭中有彭 彭外右有彭 跟著這個 阿聯酋外務主席耿雷 又是甚麼事 我已經沒有時間再查了 總之我們看到 層層相扣 當時我們做這個 投資的報酬就是這樣 現在MDB的個案是這樣查出來的 查一些名字 跟著又是這樣 跟著又是這樣 跟著去到那一段時間 有人恐嚇的 跟著有人發了訊息 有些英國鬼電話 發了訊息給你 恐嚇家人 就會發生這些事 於是我們就不敢再說了 所以你覺得 不知道是甚麼事 這個香港中東協會 你有沒有朋友加入了這個會 幸好未有這個朋友加入了 但還是要給一個公開的評論 彭是像大家所說的 是中性的 阿斯隆尔斯到最後一部分 就是有真正的實淺度 如果大家互相搭彭 例如東九龍的鐵路 東九龍的單軌鐵路 你趕完吹出來 你最後是有淺度的 因為你啟德現在賣到很貴 你最後deliveable的部分 就是撥款 建造單軌鐵路出來 No matter 那單軌鐵路 有沒有人去搭也好 其實啟德那些地 就已經賣光了 那些東西就OK了 不過不知道為何 單軌鐵路最後沒有了 所以那個彭是可以有完成一日的 其實我是不明白 現在個個在這裡搭彭中有彭 那誰給真正的錢出來 那個彭搭完 不是自己騙自己的 你不是那個彭搭出來 你騙旁邊搭彭那個 這個很壞 這個就是基本的ethics 你以前搭彭 由虛變實 大家的目標都是想它變實 現在擺明就是大家鬥虛 那全部東西都是虛虛虛 因為二十個彭都是虛的 二十個彭都沒有一個支點承托 那就很多人會害怕 你槓桿都不可以槓桿到那麼盡 你去到最後 你茶餐廳都會有人吞臉 現在你這樣發到這麼大 但是原來連一間茶餐廳都沒有找到 現在就是這一堆彭 這樣 但是令人比較生氣的是 原來這個搭彭的技術的失傳 是不單止在金融、經濟和學術界都是 話說這位杜拜王子來到香港 這個business trip 其中一個主要的行程 除了是去遇襲香港高峰雞彭論壇 以及去投資中銅空鐵 第三個行程的重點來了 要小心點說 因為很多朋友裏面是藉眼書 還有很多朋友裏面的 很多前輩曾經都是合作單位 大家都覺得很好 千萬不要亂想 他真的去了香港恆生大學 又簽過MOU MOU是個彭 MOU就是說 杜拜遊長 我就會幫你們籌款 不是捐錢 正常來說 你起碼捐一下錢 你先放幾百萬出來 再吸引幾百萬進來 對 你不簽過MOU說我幫你找人捐錢 這些我都簽得了 現在我和你簽過MOU 合作意向 接著我幫學校嘗試找人捐錢 接著就出席校長 全部來做MOU 你以表承認是這樣的 你以前香港不是富豪的人 都會給幾百萬 去到這樣的層面 無論如何 整個MOU 但是更有趣的是 負責代表有杜拜王子簽約的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位田博士 國際戰略關係總監 博士就是這樣用的 他就簽約了 但是誰和他對口簽約呢 如果我不查就不知道 話說原來恆大升達不久的私立大學 和這個杜拜王子的國際戰略關係總監 田博士簽約的 就是他自己又成立了一個新的雞鵬 不知道是不是雞鵬 亞太東盟綠色政策中心 這個中心是以前不存在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為了王子做 還是本來都有其他鵬存在 當然我相信是後者 因為現在搜尋了人名 我知道是後者 但是這個香港恆生大學 這個應該是挺高級別的 因為他是要跨學科 跨學院的那種程度 亞太東盟綠色政策中心 接著就正式開羅 而他的 inauguration 就是和這個老闆王子簽了MOU 於是簽完之後 就順便揭曉到這個中心 我們又說回名字 亞太東盟綠色政策中心 就是又是這樣的key words 你堆成一堆 你又感覺到那股氣味 亞太東盟綠色政策中心 你真是壞 我以前服務的中心 有幾個都是幾個名字加起來 還有中心有一個特別的支柱 中心有一個大學制度下 是一個不是特別高級的東西 通常都是接一下小計劃 只有一兩個秘書 我記得如果你在某些大學 就只有一兩個EO 其實就不是很多 我以前真的搞了很多利益申報 所以不要 大家都同行 當然同行互相尊重 建築工友應該爭取權益 但是以前大家搭棚是有安全的 你到最後不要跌倒 有一個新的中心出現了 其實這個中心 我相信他挺覺得這是真王子 於是他的抵抗公司就是這樣說 杜巴猶將 毛罕密德的宅馬克圖姆表示 將香港開始一間管理高達5億美金 折迫約39億港元的家族辦公室 最新亦與本地大學合作簽署備忘錄 以推動中東及香港的永續發展有效變革 所以香港恆生大學的亞太東盟綠色政壽中心 就宣佈將於3月26日正式開幕 即場就跟他簽MOU 其實他真的會覺得是一件事 於是就搞了一個中心出來 但是我們又真的好奇 於是又搜尋了這個中心 有什麼研究人員 我們又見到他有什麼研究人員 但他的聯籍書人汪鎮富先生 我都是認識的 他也不是研究人員出身 是一位商人 他就是搞香港綿田商會 世界綠色總會創股會長 以及綠色香港基金會創股會長 即是太個人的我們不說 但本身他就是做另一些商界業務 這個大學你找商界人士做研究中心的總統 又不是不行的 但是通常都有幾個前提 學術背景 我都服用過一個都是用商界做老闆的 但是 當杜拜王子訪問恆大的時候 由這個中心接代 接代又有一個叫華人家族傳承研究中心 即是拓展Family Office 然後你就會發覺 其實那一陣味是非常持續的 就是你由上而下 由商界到學界 都是做這一堆東西 而且都是那堆人 都是用不同的名字 就變了很多的棒子出來 但那些棒子是可以做得實一點的 我真的要澄清 你不要對我的棒子說得很差 教育中心的棒子 我們都做了很多這些事情 譬如說我們商界的媽媽 做了一個教育中心的總統之後 他正在擁有四、五間幼稚園 然後隔壁請一堆教授研究教育理論 然後中心主席 即是商人 就放回到自己的幼稚園 那些東西是有實幹的 為何現在的鵬搭到沒有東西再出來呢 其實我們是正式的 譬如說 不要說恆大 即是哪間大學都好 或者外國大學都好 分寧是一個問題 你一定要靠搭鵬才能吸收分寧 這是一定的 那你最方便的鵬一定是整個中心 然後有金主就捐錢 沒有金主就接了他 人武國而已 所以通常一個教授 他會兼六、七個中心 就是這樣 全部都是鵬 他自己也知道 學校也不會隱瞞 因為政府不會有這樣的分寧 特別是私立大學 那你哪裏撲稅呢 那問題就是說 規則就是這樣 你怎樣回答呢 於是現在要貼上Family Office 杜拜王子 其實很明顯就是要錢 要錢是沒有問題 因為教育是要錢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前期的 證明性的負責 那就很容易會做壞的品牌 於是這次你看到杜拜王子 如果是一個真正代表杜拜王室的總理 那個侄 那是一件事 但如果不是的 那很容易就會出事 以前我其中一間 工作過的大學 就是有一間大樓 本來名為 某一位著名的成中富豪 你還在這間 其實是不能改名的 很糟糕 放在第一座 接著呢 那位醫生出事之後 你走遍走遍走遍過 你是不是要改名呢 那他就穿了草 但是 你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那你便有點尷尬 以前 譬如外國也是 有時候有些個案是可以判斷的 但可能合法是說不行的 因為收了錢 他合法說不行 是因為要定了序才不行 他是穿了草 沒有審 以前你比較依靠的那些 譬如說 外國那些個案 有些藥廠的大老闆超有錢 然後捐了錢 然後被人翻舊 幾十年前 你的藥是造成後果的 那他會自己懂得做的 那我自己主動除名 那大家沒有那麼尷尬 如果你不只用傳聞 每天有人來示威 那對你的重點是沒有好處的 但是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你本身這個 不漂亮的棚 是出了事的話 是會拖遂那個中心的 就是我們不介紹那個中心 本身是不是一個棚 還有他本身有沒有另外一些 巧妙的東西 那這個是要小心的 所以你看到整班這樣的俠照 你會使用到一些潛在的風險 我們看到建築界的末落 好像是我們那些搭棚的人 以前那些大老闆喜歡搭棚 但以前是有很多小桌子 在下面他組織 譬如說那個商界 他是有他的錢 放進去 但他要一個學術 title 下面就是一堆副教授 助理教授 RA 和那些人 坐出來做 project 那應該有這群人在 現在就是不見了這群人 還有以前那些搭棚的 leaders 他們是不會是一個名譽博士 他們真的會讀回來的博士 以前那些是真的 有一群很厲害的人 他可能是富二代 你不要管他有沒有錢 但他是一個讀回來的 PhD 那你是不是讀回來一眼看得出 沒有些隱瞞的 也不是只有名譽的問題 就是他講話的方式 思維 以前是有一群 他用他的學術 title 在大學 是沒有人可以選擇的 因為你不要管他有沒有錢 他有沒有捐錢 他只是自己出的論文 你都可以救照 就算他沒有出的論文也好 他起碼PhD有個 thesis 你知道他起碼有些 有些了道 但現在全部都不是的 就是一個磅 一個磅 然後你做個 title 就可以互通 以前搞香港 就真的不會這樣 以前我們經常說 有個很典型的學術做法 或者一個家族做法 就是生兩個兒子 或者兩個女兒 一個就是讀書厲害 一個就是負責管生意 或者一個就是做慈善 一個就是管生意 做慈善讀書厲害的人 就會跟教授對口 錢就是來自有厲害的人 或者賺錢的人 其實整件事是可以的 而且在學術場面 那個比較聰明的 有錢仔 雖然他未必真的做到 國際級的著名教授 但起碼落到場 去做一個簡單的 keynote speech 是不會出事的 他見到有 vision 那些學術章他明白的 現在就沒有這些 只能夠說 是正常的 正常來說 如果你見到一個 inauguration的典禮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業界的人 你真的會問 這個王子他爸爸是誰 你真的會問 你carry的 title 你大概都知道 杜派到處都是王子 那他爸爸是誰 這個問題很合理 他給了多少錢 今天我來開幕禮 然後他捐了多少錢 那你有水牌 大學這個明買明買 以前我們做很多 扔心口的事 你的水牌 然後你捐多少錢 可以命不明白 捐多少錢 就可以這樣 哪個層級 捐多少錢 這個很清晰的行規 如果你有一個MOU 那其實真的 很inflated 所以裏面有很多 巧妙的事 你會發現整個行規 是崩潰的 以前有很多 其實大家 就算沒有人教 自己都會做 那些交易 以前那個Sack 那個阿菇 他都會主動問問題 你這是誰 你不要裝一聲 我會想起 你會知道誰是阿菇 我都會和阿菇一起做事 你和你 所以以前的制度 是很健全的 你不會出到事 因為你每一個層級 那些人都會自動自覺 做到check and balance 由最基層的阿菇 到最上層的校長 你都會知道 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但現在你又害怕 你又不知道 杜白王子 有祝福 可能他跟誰很熟 如果你問問題 是否被人 23條會拘捕你 你是否在質疑國家政策 是否影響國家利益 多事必如試一試 於是以前所有認識的人 他現在不是走了 他還在那裡 那他就躺平 你說怎樣就怎樣 你只要出記錄 我就寫 press release我就照寫 他網站說什麼 我就照抄 那不會錯的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每一件事 舉一反三 一頁之秋 新香港尤詞求興的好處 大家是要見到的 見不到 就由你悲觀了 好 今天時間 我錄了一小時 免得說下去 再說再多話 好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願意請大家 支持我們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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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